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一部壮汉警察团 灭黑帮的暴霜动作电影 犯罪都市 1990年 华侨开始在首尔加里峰洞落脚 在那里创建了属于他们的唐人街 接着华人黑道也陆续进来 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帮派集结 2004年的加里峰洞 到处可见小规模的黑道组织 男主则是游走在这里的 黑白两道的警察 他壮入泰山 身手不凡什么泰拳泰极拳泰碎拳泰祖 长拳还我漂漂拳 通通不在话下 不过力大无穷竖高莫用的他办案时 最喜欢的还是他那排山倒海的 大嘴巴子 一把千军的他几乎不用枪 一巴掌就能把罪犯呼吁 如此彪悍的战斗力 这里的黑帮从来不敢寻衅姿势 全部在男主的治理下服服帖帖 但最近这座城市却来了几个 从哈尔滨过来的狠人 带头大哥叫张晨 一上来就打残了一个 欠欠不还的人的手 其实不是别人不还 别人欠三千万 但按照张晨的规矩 连本带利要还两亿 约合人民币一百二十万 对方管不起 张晨没有废话 直接让手下把对方的手砸成了肉饼 对方是毒蛇帮的人 一般毒蛇帮的老大来救自己的手下 看到手下被打成了这样 想要上去理论 结果瞬间被捅了十几刀 张晨来这里是要立棍 他不是想针对谁 而是这里的所有老大都得死 几天后 警察就在各种垃圾桶里 发现了毒蛇帮老大 张晨自然没有收手 很快就来到了黄老板的夜总会示威 队里面的服务员 大家骚扰极度蛮横 一个经理想上前阻拦 被张晨当众砍了一只手 闹完夜总会 张晨又来到了一帅帮的赌场 由于前两次的出手极度豪横 这一次一帅帮还没有动手 就缴械投降 张晨到这儿 不到数月 就以一己之力震慑了三大黑帮 搅乱了整个地区的地下生意 自然也成了警方眼中的头号汗匪 这天 男主带着几名警员在饭店吃火锅 正好就撞见了张晨一伙人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 张晨见识不妙想要开溜 男主示意众人分头行动 一名警员冲到了后厨 与张晨打了个对面 结果没想到 后厨里正烧着一锅滚油 张晨的狠毒简直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 而受伤的警员也留下了极大的身心创伤 直接退出了刑警组 由于是男主通知他去后厨的 这也让男主极其愧疚 而张晨不但纵横于地下世界 抢取豪夺各种保护费 甚至连毒蛇帮手下的妻子都占为己有 被收割的黑帮势力也再也忍不住开始反击 一帅帮带着一伙人突袭突场 想要夺回自己的地盘 双方爆发了异常大战 男主带着手下也展开抓捕 力大无穷的他直接徒手勒运了张晨一名手下 但另一名手下却因为队友太菜跑了 男主只能将抓到的光头拉回去审问 但张晨的手下也极其好后 丝毫不把男主等人放在眼里 还大骂男主傻逼 愤怒的男主直接徒手锁住了他的锁骨 手下将摄像头挡了起来 按照规矩 这意味着男主又要开始办事了 不知天高地够的光头 就这样被男主在锁里暴躁了一夜 但即使这样光头依然不招 因为张晨手里有他们全家人的性命 艾达至少还能活 要是敢出卖张晨 连祖坟都没了 而被遗帅帮突使的张晨 也对遗帅帮展开了疯狂报复 在宴会上直接捅死了遗帅帮老大 直接登上了头条 张晨等人的嚣张已经见人皆知 为了对张晨实施抓捕 上级联系了内外一切警力 而这也意味着男主不能再插手这个案子 早就跟张晨势力多次交手的男主 对张晨恨之入骨 再一次硬着头皮顶了上来 表示自己一定能将张晨一网打尽 局长也早已不耐烦 下令支给他十天时间 抓不到人就赶紧滚蛋 而其他黑帮的反击还没结束 张晨在失败时再次被突袭 在手下的掩护下一路突围 手下也受了重伤 死里逃生的二人坐着毒蛇帮的车离开 车上坐着的正是被霸占妻子的毒蛇帮手下 对方朝他发起攻击 但很快就被张晨反杀 霸占了别人妻子 还问别人为什么杀你 这不是废话吗 张晨问了几句话也不再耐烦 几刀就捅死了对方 夜晚张晨又来到了对方妻子的家 杀了别人丈夫 还问对方是受谁指使 妻子心惊胆战 只能说出是黄老板的人 而与此同时 之前被抓到光头也将被遣返 他将被判死刑 男主告诉他 如果你能说出张晨的下落 自己想办法让他免于死刑 但即使这样 光头依然不敢背叛老大 不过男主还有后手 他让手下扮成黑警 归诱骗光头跟他交易 光头果然上当 告诉老大对方手里有100公斤 狠毒多亿的张晨自然不会轻易相信 但还是派了一堆手下 让他们试探送死 男主以为张晨上当 派出了所有精锐 却不料正中了张晨的 调虎离山之计 张晨在所有精英警力 全部转移的情况下 陈基带着一帮汉匪 直奔黄老板老巢 对黄老板的夜总会 展开了一场扫荡 逃命的黄老板 被一路追到了大街上 张晨见街上有警察 不便出手 才放了他一马 而不巧的是 之前被张晨上务的警员 也在这里 他立马联系了男主 男主开车来抓张晨 独手打费了张晨一名手下 但张晨还是跑了 退伍可退的张晨知道 自己不可久留 只能收钱跑路 但对方给他的全是韩元 而且是存折 可他要的是人民币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收了韩国存折的张晨只能跑路 逃离时 居然还打伤了男主的两个朋友 这样男主更加愤怒 在机场的洗手间 男主和张晨又见面了 一个是杀人不眨眼 谁碰谁死的汉匪张晨 一个是臂围40厘米 独手碎核桃 一个大耳瓜子 能把人嘴山歪的标情大看 大战一触即放 暴躁的男主一把抓住张晨 直接就把他扔在了墙上 张晨在狠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也像小真儿一样 被男主当沙袋的 男主把张晨当沙包一样 摔得跟孙子似的 男主徒手掰断了他一只手 将其套在了栏杆上 这下警方展开了大扫荡 将张晨的势力全部一网打尽 等待张晨的只有死刑 好了 这就是电影犯罪都市的故事 这里是电影近山脚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